都来一只故事 贪心的小狗 有一只小狗得到了一块大肥肉 心里高兴极了 一路上叼着蹦蹦跳跳 也舍不得把肉吃掉 小狗来到一条河边 正准备渡河 突然看到水里一只狗也叼着一块肉 小狗心想 我只有一块肉 吃了就没有了 如果我有两块的话 那我明天也能吃 那就太好了 想着想着 小狗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于是小狗一下子扑到水里 想打败那只狗 抢到他嘴里的肉 可没想到 小狗刚扑到水里 自己嘴里的肉也掉了 水里的狗和肉也不见了 小狗这时才明白 原来水里的那只狗就是自己 水里的肉也是自己嘴里叼着的肉 小狗看着被水冲走的大肥肉 后悔极了 垂头丧气的走了